终于!终于我们CircleCent都来到 移民加拿大的另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我们终于够时间申请Pialo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我们只是2022年的3月就来到温哥华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拿着OWP的签订 现在经过一年工作之后 终于可以用Srim B救生艇的计划 申请Pialo 我们现在这一刻都未正式交了表 但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发现了 超级多问题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些小提示 以及要注意的地方 啊!撞到手了! 好悲哀! 你撞到哪里了? 这个位置! 你撞到椅子吗? 你会不会知道 先防大家不知道Srim B和OWP的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OWP就是现在可以申请过来的工作 但半年前加拿大已经更新了它的政策 就已经是10年内毕业的大专学生 都已经是可以申请这个OWP 那Srim B现在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学历证明 已经可以申请 只要你工作够1560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申请在加拿大永久居留 如果你都在差不多申请这个阶段 就要注意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足够 因为真的 完全做一个年的工作 其实要扣架的 所以就不是说 完全足够一年就可以申请的了 你都要数一下每个星期 即是计算30个小时 所以就要小心了 对了! 就算你做特了 你一个星期做70个小时 它也是只计算30个小时的 那拿了PR之后 其实都不是等于一了八了 你就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加拿大人 拿到passport 那你另外还要再坐三年的移民监 在加拿大里面 然后你才可以最终 获得这款加拿大passport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你五年内就不要离开加拿大太久 这样 那说了这么久 OWP和Srim B的事情 我们正式进入现在申请这个PR的步骤 首先根据IRCC的官网 申请这个PR是有四个大步骤 第一就是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够 中处可以申请 第二就是完成和递交你的文件 和你要填的form 第三就是计算你的application 而第四就是拿到PR卡之后 就可能有时要去更新一下 还有看看自己的status 是不是要更新的 那先戴回头盔 我们绝对不是什么移民专家 你们肯定是收钱之后 教人如何移民的 没有啊 我们完全没有 我们是纯粹讲自己的经历 所以我们都会讲来讲去都是酸B的 大家记住做多些资料收集 还有上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IG page 有很多不同的web site 都可以教你 主要我们现在是想讲解一下 这个新的系统出了之后 其实它和之前交的PR不是很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有些文件上要注意 有些是可以不用交 有些要交 有些要交 在你申请之前 有些文件是要先准备了 例如是它需要你用一张证件的照片 而这张证件的照片 是必须在六个月内拍的 到时你上网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是需要你在照片的后面 寫回你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片 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过偷鸡 但后来也觉得不好 我们这六个月内已经被现实摧残了太多 不同的样子了 除此之外 还要先考了英文考试 那我们两个就考SELPIP 因为是比较便宜的 SELPIP现在的价钱是280元 而这个ILS是大概350多元 那我就觉得很贵 所以我们就考SELPIP 那SELPIP它的分数就是5分以上 那你就是合格的 而且SELPIP听说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大家自己着量 但是我们就完全不建议拿考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卷 就会知道其实都很增分夺料的考的时候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大家像我这样拍英文考试 会费花了一块钱的话 可以试试用KAMBI这个网上平台 试试英文啦 我们两个也上了一位加拿大豆子的课 试试究竟怎样可以 现在容易学英文 以及考试的时候 是更加得心应酬的 你有什么提示 给新闻人在加拿大 如何能够成英文 我会说 最重要的事 是避免 恐怕 说到随随随随 现在 Canadians很尊重 所以你开始 准备一些 准备 但我会说 最好的方法 学习一语 是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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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最好的方法学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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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doesn't really mean anything, I do it sometimes too. And my American friend here, she makes fun of me because she's from the US and they don't do that. 除此之外,他们也有提供 IOS或TOEFL的speaking practice 那我就跟来自加拿大的IF老師 认真上了一堂speaking的课程 This is some tips to expand your answers. So when do you usually eat dinner? So a good answer would be I usually eat dinner at 6pm. The best answer would be Well, I get home from work at around 5.30 I often start cooking dinner right away So I usually eat around 6pm. Cambly is already in the US 成立第11年的線上學英文平台 他擁有超過45,000個 用英文作為母語的英文導師 同時進行一對一的線上英文課堂 無論是用網頁還是手機 都可以24小時隨時隨地 跟真人的導師練習講和聽英文 而且是正規沒有講過的 Yeah! Cambly上的英文導師 他們全部都是超級nice的 你也可以根據你的程度和需求 去選擇你喜歡的老師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口音 他們也有提供很多不同的題目 例如是 business English English for travel 等等 看完我們剛剛跟各位Cambly的導師 上完同的片段之後 你是不是都很想一起 可以加入學好英文的行列呢? 如果是的話 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專屬優位碼 就可以免費獲得20分鐘的課程 以及連卡六折的優惠 上一課30分鐘都不用50港幣 在這裡出完優惠碼 可以跟在線的老師立即進行激情的對話 或者篩選空行的時間 再預約日期 希望大家可以在學英文和考英文的路上 每個人都可以時事亨通一滴PASS 好 我們現在馬上回到去看 我們申請PR的過程 好了 回來了 當大家考完英文都拍了照之後 就可以開始開你的PR Portal 一開始就會叫你收入一些基本資料 讓你之後填表 不需要人重複去寫你的名字 以及寫你的地址 另外也有些文件需要準備 現在的Portal裡面 有四份的表格 你需要先填寫的 而這四份的表格 只要你在網上填就可以了 不需要刻意填出來填 也不是PDF檔案 這四份表有些位置填寫起來 都會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會逐個講一些 可能你們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份表就是 Generic Application Form for Canada 就是最大要填的那份 form 基本上是把所有 跟這次申請的個人資料 都要放進去 姓名地址那些一定要說的 另外就是你工作的時數 那些是要在這裡打一次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填的東西都差不多 都比較 straightforward 但是有幾個位置要留意 例如 Last Place of Entry 你要打的不是你離開香港 是你進入加拿大 在哪個地址那裡 譬如溫哥華寫回YBR 多倫多寫回多倫多 因為我兩個小時都曾經離開過加拿大 所以我們就是寫回 我們剛剛進入加拿大那一天 另外就是他要填你的 National Identity Number 即是對換我們的香港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 他要填你的E-True Day 以及你的到期日子 但是香港身份證 其實是沒有到期日子的 他官網的教學 就要填你的 3000年的1月1日到期 可能大家沒有我們那麼白癡 但是我們有一個位置 就卡了很久 就因為他有一個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我們就以為是要寫完幼稚園 然後就算了很久 但最後其實只是你的小學 加你的中學 再加你的大學 最後還有一件事 比較我們會在意的 就是Intended Occupation 也就是他會說你意欲 想做什麼職業 我們查過他的建議 就是最好是寫和你學歷有關的一些行業 譬如你讀Business的 就算你現在是做普通銀行 也好 那你可能都要寫回我想做銀行 那他就會好一點的 但他們說這個位置 其實主要是給一些E-E的人寫下去計分 所以我們Stream B的話 其實可能那個位置就沒有那麼執著 你真的填寫什麼的職業 填完這個大的IMM008這個表之後 就跳下去第二個表 就是IMM5406 也就是你的家人的資料 留意一下 就是家人的資料 他在你填寫名字的時候 他是需要你打 我們譬如香港就用中文 他需要打回中文的名字 譬如你姓是什麼 前面打了英文之後 後面會打回中文的 那就記得要寫回 嗯 譬如有些特殊情況之下 你的家人可能是離婚 或者可能是有些同步義務 或者是有些同步義務 他都有很詳細的細節 可以寫回 最重要是你要寫清楚給他 但究竟你跟那個人有什麼關係 還有第三份表 就是做一個背景 你可能有些位置 就需要填寫回 10年前在香港 工作到現在的一些紀錄 在那個位置 就千萬不要留夾 即是如果你中間 就算你是沒有公開的 即是攤平到廢清都好 那些日子 都一定要寫回自己 unemployed 如果你10年前 還未滿18歲的話 那你要填寫的 就只需要由你18歲開始 到現在這個時刻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他有一個位置 就是要你寫回自己 入過什麼社會 如果大家有上過莊 上莊的社會 都要寫下去 就不要覺得 我沒有進入過 我沒有進入過黑社會 應該填下去 就不是的 基本上是你加入過什麼社會 都需要寫下去的 用網絡形式填的 最後一份follow up 就是circle的大佬 因為 他是要填你所有的外遊記錄 那都是你10年來 或者是你18歲到現在的外遊記錄 那我就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肯定是去亞洲地區旅行 但是他呢 就是因為他有去過 英國讀書 有交易 所以他一定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就是 盡量可以寫到的寫出來 然後如果是不行的話 就看到到時候 IRCC再彈回來給我 我就再看看 怎樣解釋給大家聽 但我建議是 確認清楚自己去了多少旅行 因為我自己發現 其實護照也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吸引的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 我看回我之前拍過的照片 我通常去旅行 我頭一天和最後一天都一定會拍照 所以我就用這兩天來看回 我到底去了多少天旅行 但也不可以很作盡到 是啊 現在是盡量去記住 希望他不要太嚴格 再下 他就會有一個checklist 就是講完你在這次交這個表 有什麼是要填的 那這個checklist 是一定要填回之後 放在這個位置 那你就要在單一個pdf的檔下來 按完一滴滴 然後就放上去 那裡面呢 有良文證的部分 暫時我們是不需要拿著的 香港的良文證的做法 就是你需要等你申請 交申請表之後 RCC幾巴封上來給你 然後你才會申請 當然我在網上也看到有些人說 其實可以先申請 但唯有不用煩 那我就決定是 先等了RCC給我 再送回香港 那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幸運還是不幸運 在外國讀過書 或者有交易過的話 那你就 還要問回其他所屬國家 再拿回那個地方的良文證 所以就是 去到下面 它有一個位置叫做 Additional Application Form 那這些位置就不是說 你寫著No document 就等於你不需要加入 其實你是自己要再找一份表 那在第一個位置 你是需要找 IMM0136 這份 Form 就是Schedule 7b 就是給香港Stream B的人 填的一份表 那在這份表上 最主要就是填 你在哪一間公司做過事 在哪裏做事 你的時薪是多少 還有你一個星期幾多小時 那這裡就講一下大家要準備 可能scan做PDF的文件 我建議就是 就是拿個檔案 只是給他們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是你這樣炒 是很辛苦的 會很亂的 我現在就是因為太亂了 所以我特意拿個檔案 分開它 那你要準備Passport Passport就是每一頁都要scan 然後有剛才說的英文證明 還有這個六個月內的照片 另外就是有一個出生紙 它有一個Proof of Physical Presence in Canada 那這個我見網上的講法 就是不要用那些水費電費單 因為那些可能是可以別人幫你交的 最好就是用它的Test Assessment 去交這個位置 那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後這裡有另外一個位置 是有Additional Supporting Document 也都記住不要skip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找回Proof of Work Experience in Canada 然後把你的工作證明 全部一次過放進去 除了Offer Letter之外 還要加上Pay Stub T4 最好就是給它 因為你都要好好證明 有1560個小時的工作經驗 而因為它的Employment Letter 其實是有一個特定的要求的 所以不是說它一開始給offer你的時候 那張就是的 你是需要在另外問雇主去拿的 那這封信裡面最主要是有公司的名字 你的名字 你的SIN Number 然後還有你的時薪是多少 或者你的月薪是多少 還有你一個月是做多少個小時的 所以有這些證明 那它才是一個合格的Employment Letter 然後你把這些表 把這些資料給它之後 就是交錢的時候 那它下面這個基本上是要求你先交費 是後申請的 那所以它就是 有一個位置叫Fee Payment 在它的左邊 有一個格子叫Pay Your Fee 你就在那裡先付錢 然後就拿回一張 你的證明 就是證明你已經付錢的證明 再加上它 它才會讓你繼續申請下去 那來到這樣肉赤的時候 加拿大政府當然要逐多你一筆 所以你總共是要付兩筆錢的 一筆就是給你的Biometric的錢 另外一筆就是這個正式的申請費用 那兩筆錢加起來 總共是用你 等於我半期租 過這個最痛苦的過程之後 你終於進入這個application的微聲 那你只是最後要簽一份Declaration 然後你就正式可以遞交這份申請 那雖然整個過程有很多文件要填 然後要儲很多的 不同的additional information 但是我覺得整個過程都值得的 因為只要經歷完這一步之後 那你就正式叫做 等於pr 開啟你的加拿大的第二日 不過當然就是你交完這份表之後 會有些後續的文件要交 可能你留一些文件 去補交 或者是可能是你要給那個 人民證 這個就是說後續要補給他 然後你去打指模 做Biometric 然後再補交給他 所以其實這半年應該都會 繼續收到一些文件 但當你拿到pr card的時候 我相信你都會覺得 一切都是值得的 沒錯 那希望大家在跟這個IRCC對抗的路上 可以順利 是的 然後希望大家 盡快拿到 盡快拿到pr 踏入這個 迈向加拿大更貴的租金 我們這條影片 雖然講了很多這些加拿大資訊 其實都只可以更新到 2023年的9月 因為這些政策 其實是日來日都變來變去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想要看更新的 或者要補充的話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IG page 都是有提供很多這些資訊 大家不妨都可以去看看 或者最好都是去加拿大官網 他們一定是最準的 沒錯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住 subscribe like 和share我們這條影片 還有告訴我們 下條影片究竟想看我們拍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 叫做是踏入這個移民路的中段 希望我們以後都可以拍一些 其他不同類型的影片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